距離音響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距離音響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 Focal 與NAMM的 加入Vavent集團十週年 他們這個十週年的合作 做了一個特別的紀念機種 就是這個銀色裡面的系列 那麼NAMM也是首度第一次 用了這個黑色以外的配色 用了銀色 然後搭配它的一點 那個綠色的Mark 然後旋鈕的部分也是使用黑色的組合 整體看起來很漂亮 我之前看國外媒體報導的時候 就很期待它的表現 跟它的實際上看到的感受是怎麼樣 終於來到台灣了 我們也是很興奮的來為各位開箱 那麼順帶一提 我自己是很滿期待它箱子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唯一的變化是 它的名字後面加了一個 RAL這三個字 三個字母 我也不太清楚它的意思是什麼 不過我想 大家的重點還是很期待 它打開來實際擺出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麼話不多說 我來帶各位開箱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第一箱 PSC 它全名是NAP-SC2 它其實是282的電源供應器 它是一整組的 跟前幾組的組合 那我們就來開吧 超小的 嗯 還是老樣子 NAP的這個包裝啊 都是這種配置 給觀眾先看 喔 這就是 PC PSC的配置 首先 有看到一個說明書 英文的 也是英文的說明書 不過網站上有中文 對 沒關係 還有它NAP的小卡 拿開了這個保麗龍 好 首先第一位主角 喔 果然是大有來頭 重量就是不一樣 先把箱子移過去旁邊 喔 很特別喔 它這個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看不上 它這個喔 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十週年的MARK 這個 對 這是FOCAL與NAME的十週年MARK 很特別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是實際上拿到手 才會注意到的一些小細節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在 做這個紀念商品的時候 其實 不光是 外觀的顏色啦 在它的 整個摸起來的質感啊 跟它的MARK上 我覺得還滿好的 真的不錯 對 設計感很好 我覺得 比我預想的好很多 有 那麼 這就是 前級的供電 就是 PSC2 那麼 第一個東西 我們先 這樣子 那我們再開下一項商品 第二個 哇 這個 比較重了一點了 開始 就是 HighCAP HighCAP DR 一樣 也是十週年的版本 我們來開吧 好期待 它的顏色 讓人家很驚艷 首先一路連的是配件包 以及它的說明書 好 我們先看說明書的部分 老樣子 一樣是它的這個標準 配件的話 HighCAP 有 附一條基本的電源線 還有一條 五定對五定的定線 明書我想應該是1.25米 不是很長 對 它也是一樣 有一個綠色的Mark 在接的時候 源頭端要 是綠色Mark的部分 好 那我們先把配件 放到旁邊去 之後 點完點再慢慢接起來 它的顏色讓人想到 日系的那種 顏雅的芝麻 芝麻口味的感覺 還不錯 很有Feel 好重 小小的喔 但是它重量感比剛剛的PST 更重 更紮實 它就是十週年的HighCAP 一樣 它在側面 它的正面 側面的部分 也要有十週年的Mark 也是一樣精緻 那麼在背面的話也是老樣子 有這個定端子 以及它的這些端子的設計 還是一樣 不過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它的質感 真的比它以前的那種 黑色的那個基本款的時候 還要好很多 我覺得 越開越興奮 已經很期待它的 這些其它的後級的 跟它的訓言的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開了兩台 都是它的電源的供電 那接下來 我們現在要開它主要 硬體設備的部分了 接下來是前級 NAC282 NAC開頭的都是那樣的前級系列 那麼 282是屬於它的中階款式 定價大概 一般款的定價大概 29,900,000 NAP SC2 對 雖然是CP值蠻高 還蠻多年的玩家 都會選擇 款式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它十週年 十週年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首先映入眼簾的還是一樣 配件 一樣 有它的說明書 跟它的這個遙控器 還有它的這個定端子的保固蓋 防止氧化 標準 保樣子 沒關係 主角還是它的這個 整體的外觀 讓人家很驚艷的外觀 哇 看到了看到了 來 給各位看看 這就是 MAC282 MAC282 那麼 大家可以看到 好漂亮 真的 我自己看一下 你看 黑色的旋鈕 凸顯出它的外觀設計 然後 以及它的MARK部分 到時候接電會是 以綠色的燈呈現出來 會更加漂亮 我覺得它這台就是真的是 整個十週年裡面的搭配配色當中 我最喜歡的 因為它的 旋鈕的這個 跳色出來的這種 觀感啊 就是 跟其他機種 我覺得 哇 它真的是 旋得很好 真的是漂亮 好 我們看一下它的側子 後面的部分 一樣 還是一樣 漂亮漂亮 然後它的這個旋鈕啊 都是做的 亮晶晶的 好 最重要的MAC 十週年 一定要有的MAC 還是有 對 不馬乎的 其實我這樣摸起來 到第三台了 嗯 感覺起來喔 它的這個 質感其實有點 怎麼講 濕滑濕滑的感受 跟我平常摸到NAM的這種 鋁殼 跟NAM的那個 黑色的那種外殼啊 比較起來 我覺得它這個摸起來質地更滑順一些喔 嗯 我覺得 真的還滿像芝麻口味的 呵呵呵呵 好 沒關係 接下來開下一個 後級好了 我們等一下開後級 稍等一下喔 登 後級 MAP250 80瓦 85米的推力 然後它的超高CP值 讓所有的玩家 內人的玩家 都非常的 熱門 熱愛它 好 我們就來開給各位看一下 十週年的250 長什麼樣子 很大 應該是我 剛剛開過最大一箱 等一下 那 一打開就是配件喔 好 還是一樣講一下 看得到嗎 可以嗎 好 一樣 電源 然後NAM的卡片 好 也是 Please 謝謝你購買的概念 Enjoy 好 一樣 說明書 才會教你怎麼配 還有這個 定件 是 是 試定轉平衡的接頭 米數我看起來也不長 大概會是在 1.25米左右的米數 大概這樣子 這樣子 它是試定 然後轉平衡的部分 念高階的前後級 都是用的是 試定轉平衡 包含 補白系列的前後級 也是用試定轉平衡 不過它是用兩組 因為它是走monomono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250 MAP25 NAM的後級 嗯哼 嗯哼 表面呢 它也是一樣 保有NAM後級的元素 它就是很樸素 很低調 也是一個 瓦素怪物 嗯 大家可能看到 影像的時候 都會覺得 這種樸素 好像也沒有很重 老實講 大概比剛剛 前面三台開起來都還要重 加起來更重 很重 喔 很重 好 一樣 側面 也是一樣 NAM Focal的Sydonian Mark 嗯 好 背面的部分呢 一樣 它還是會有這個 這個保護蓋 這個是 內門的 端子 所做的 特殊的頭 其實 像 有些內門玩家買回去 就覺得 哇它幹嘛做這個 它這個目的是 要讓你回去 的 喇叭線的頭啊 可以搭配他們家的 頭的概念 像我們家就有做 NAM的喇叭線 然後並且搭配這種頭 它這種頭的話 要另外加價 當然 有不少的 NAM的玩家就是 為了這個頭 趨之諾悟 然後 配一整套 一整套 NAM的搭配 然後搭配起來 聲音真的是不錯 如果說 你真的是 喜歡NAM的話 然後 又 不想要花那麼多 預算的話 NAM的喇叭線 跟它的頭 其實組合搭配的 CP值真的是不錯 好 話題有點扯遠了 不過呢 很標準 一樣都是NAM的這個 組合搭配 整個摸起來的質感也是很棒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下一個 最後一個 商品 好 最後一個 就是這個 NDX2 也是 現在 數一數二 熱門的 一個 串流性格 因為 很多 玩音響的人 家裡已經有一套音響 也有一套CD 或黑膠牌 他們也不想要花太多錢 去 重整一套系統 他們想要 加入現代的這個 音樂的播放方式 那麼 通常都會選擇一台串流性 那麼這串流性員就會選擇 很多品牌 很多品牌 都會做 那NAM就是一個 現在最強有力的競爭者 因為 NAM的串流性員的聲音 很接近類比 很接近你聽CD的聲音 接近是什麼樣的說法呢 接近的說法其實是說 它的聲音 比較接近於說 CD或黑膠牌的那種聲音的厚度 它的聲音是比一般的串流更有厚度感 更飽滿 然後更有深層的層次變化 就是NAM的一種特性 就有的人會覺得說聽串流就是 薄薄耶 不好聽 數位聲很重 NAM的聲音比較不會有這種情況 相信大家有機會可以來聽聽看 好 NTX2 不好意思 剛剛說錯 NTX2 好來 還是一樣 首先 電源線一條 再來是 改建你購買 Enjoy 享受 然後 一樣 視鏡對視鏡的 定件 裡面會有一個說明書跟保卡 還有什麼 防塵 怎麼講 有點像眼鏡布的東西 然後還有 這個的話是它的遙控器 我蠻意外的 我以為它會做一些特別的改變 沒想到它是基本的 要控器 沒關係其實遙控器 我配對玩很少 很少用到它 幾乎用不到 旁邊這是天線 比如說你的WiFi啊藍牙 等等的設定 它一共會有三支天線 它到時候主機後面會有 旋鈕可以把它鎖上去 好這個黑黑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如果你沒有這個 你的 這台沒辦法運作 它這個是主電器 就比如說 要怎麼講 我覺得我等一下 整台拿出來再跟各位說明 主要我先介紹這一部分的地方 下面這兩顆 我等一下講 DX2 就是現在最熱銷的 串流信員 它的聲音非常飽滿 接近地利的女生 我們先看到外觀 還是老樣子 銀色 然後配上這個 黑色的旋鈕 黑色的按鈕 黑色的mark 這個設計 一樣 有一個10周年的紀念mark 10周年的紀念mark 在這裡 然後 可以看到後面的部分 一樣 嗯 老樣子 一樣也是 NDX2的安排配置 那我剛剛講到了 不好意思 那我剛剛講到了 這個 黑色這個小顆 東西 它就是主電器 它用在哪裡呢 它用在這裡 這個地方 假如你今天買回去呢 你這個地方一定要記得插 因為你不插的話 它沒辦法通電 它這個接頭是未來給你升級 獨立電源用的 就是可以用 搭配組合是 XPSDR 的獨立供電 那它獨立供電走的是這個接頭 那你如果 你還沒有買獨立供電的話 基本上 它就會附一個 主電器 讓你可以 這台獨立運作的供電 對 那麼 第二個這個是 BNC轉RCA的接頭 就是可以用在 這裡 Digital Output 因為BNC接頭 不是每個廠牌都有 所以它有附一個 BNC轉RCA 所以你這台 也可以當一個 數位輸出 也可以轉給其他DAC 去做解碼 整體上設計我覺得 真的做得有用心 沒錯 開箱 都開出來了 那我們先擺出來給各位欣賞欣賞 這下就是 Focal Iname的10周年的機種 那麼一次排開 也是滿震撼的 相信這一套系統已經可以滿足大部分的音賈迷的需求 聲音的表現啊 我相信 絕對是 可以讓很多人滿意 聲音 音樂的選擇 也是 時下最流行的串流的需求 那 有無限的音樂讓你選擇 Kaito Cubus Spotify 你家的KaBus YouTube 都可以做串聯啊 無限的音樂的 未來可能性都在這一台上面 這整套加起來的話 價格還沒有訂出來 不過我相信 如果你家裡還沒有一套系統 它這樣的搭配其實是很不錯的 嗯 好 我們來把它組起來吧 好 接下來來到最後一個步驟 安裝 那麼NAM的10周年的話 在英國那邊有一個標準的產品照 它是以四層的結構 那我們這一次在現場的話 我們也是安排了這個同樣四層的NAM的音響架結構 那麼這個NAM的音響架是目前台灣很少見的 嗯 價值 因為之前的代理 廠商沒有進來 那我們這一次好不容易拿到了 目前公司的定價是12萬元 嗯 希望它這樣子搭配起來 可以有一個原汁原味的NAM的音色表現 對 那我們話不多說 那我們繼續來安裝吧 好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总算把它组装完成了 那么其实在组装完成的时候 我自己有先打开来听了一下 它的Q度跟灵活度 跟综合扩大机的比起来 完全是不同的登机 它的鲜活感 跟那个中低频的Q弹的宽管 跟延伸性、全方位的升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搭配 我自己听起来 中间都很佩服NAM这样子做一个组合 难怪它会这样子去用282 去用这个电源 然后再搭配后级 因为这样听起来的话 其他声音算是一个CP值很高很高的一个选择了 听起来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说不舒服不自然 是一个让你可以听任何音乐都很自然放松的一套音响 那么欢迎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来我们的距离 好好的享受、欣赏 谢谢各位